这个就是昨天晚上腌的肉 然后这里面是那种猪的五花肉 是吧?五花吧 腌的酱料呢就是拿一下 腌的酱料已经拍完了 我们开始准备煎肉了 就用这种平底的这种煎锅 这锅就在宜家买的特便宜 那十几块钱 就是昨天用这个煎了那个虾还挺好吃的 就是刷上那种烤肉酱都特别好吃 先用这个刷子刷一点那个油在上面 放一颗孤独的小葱 然后这儿就是肉 哇塞,这五花肉简直了 用这个香烟 我应该帮你一块那个夹出来 看你直接倒出来 直接倒出来 倒出来就太多汤了 好吧 那我应该再拿一个给你夹吧 不用不用 你会在这儿拍一张 好吧 我用那夹子吧 嗯 之前我们做这种烤肉都是用烤箱来做 今天第一次用这种煎锅来做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不过应该还不错 看起来非常好吃 耶 吃吃吧 嗯 好吃 哈喽大家好,今天是周五 周五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我们晚上可以去吃好好 还有要去买圣诞 我们要装圣诞树的东西 嗯 我们打算去Target和Michael's 希望可以买到很好看的装饰圣诞树的东西 然后我们晚上就可以回去装饰圣诞树啦 不知道吃什么 大早说要去吃我们家旁边中餐 我说我选择狗袋 因为那个中餐实在是太难吃了 虽然我没有吃过 但是我光看那个餐 就是那个菜单 我已经知道很难吃了 虽然我是一个不挑的人 但是 就我没有到那么不挑 可以欣赏一下我们车后面的几箱垃圾 嗯 我们就准备带着这几箱垃圾 去跟我们一块吃饭和逛街 因为我们刚才 因为我们刚才出来的时候忘记倒垃圾了 哈哈 带着垃圾去狗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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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去懒 拜拜 我们的那个饭来了 然后我就是非常懒 每次来都会点这种已经搭配好的这种盒饭 然后呢 大早点的就是一个炸鸡 是吧 嗯 然后一些炒饭什么的 味道还挺重 好吃吗 嗯 那我们就开始吃了 这个会想要什么东西 没有 没打赌 谁打赌 咱可以买的那个 哎 那个好可爱啊 看得清吗 这个 哎 他鼻子上看那个多可爱 一个小鹿的耳朵和小鹿的鼻子 小鹿鼻子不是这样的啊 好吧 好吧 这边有好多呀 我比较喜欢这种的 就打算拿一个这种的吧 这上面这也不错 这个怎么样 这个好好看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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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次我们应该圣诞节的时候是在纽约 不过就是提前可以庆祝一下嘛 而且还可以坐在这个前面录视频 所以就感觉特别好 今天是周日的早上 然后来吃个早饭 一些面包 然后一盘沙拉 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大概十点左右了 所以就是中餐跟早餐一块吃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煤类的 还没有洗呢 然后一会儿我煎完三文鱼再洗 现在呢就是我准备要煎三文鱼了 然后一会儿再跟大家说 鱼已经下锅了 然后我一般就是先煎一煎 然后一会儿撒点盐和胡椒就好了 因为这个光加盐胡椒就已经很好吃了 翻了一个面 不用弄得太就是太熟 就稍微中间还有点生的就可以了 翻了一个面 然后已经撒好盐和胡椒了 然后再煎一下下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一般吃沙拉我都会用这种酱 就是这个秋笔的这个酱 应该在那个什么中国超市 韩国超市都有 这是在韩国超市买的 好像有的中国超市没有 就是看看韩国超市 或者日本超市有没有吧 这个特别好吃 就是那种芝麻酱 甜的芝麻酱的味儿 然后特别香那种 就倒大概这么多 然后就开始拌 那这个就是早饭就完成 早午饭就完成了 然后我再喝一个这个茶 然后因为昨天有点冷 所以就想喝一个这个茶 然后他说还可以帮助那个消化系统什么的 应该挺好的还 然后我就一般都会吃这两种水果 我觉得就是对皮肤抗氧化什么的都挺好的 然后这个是小番茄就有维生素C 然后一些蔬菜就有一些纤维 然后这个三文鱼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然后一个面包就吃了就不会饿了 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大家在家里面 家周日周六有时间的话就可以这样做 就特别简单特别快 那我就开始吃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